Leyo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要來看VChester對上Hreyla 這場比賽是沙漠四萬五的比賽 雖然比賽已經結束了 但是還是有些精彩的比賽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這次的影片是4K影片 之後的影片應該都會變成4K 因為我們已經換了新的電腦 片尾也有做更改 有新的觀眾也記得要看到最後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邊的文明 第一套外的話 這個文明比較特色的地方是 每座城市中心都會提供100食物 那這本來是150食物開局 但是他現在變成這樣子的話 前期的一些地圖上來說 像是海圖 他的海戰的話 就沒辦法那麼高速上封建實彈了 那雖然少50肉 但打法還是沒什麼太大的差異 就稍微Nurf了一下這個前期的開局的一個選擇 那立陶宛人呢 他的特色是長槍兵器跟毛兵都有一定的加成 像這個提升10%的跑速 那金冠呢也提供他的遠方加2 到了後期他的這個戰毛兵呢 遠方可以高達10 非常坦 哇這個怎樣 一開始前期就開始搞事了 想要去搞羊 真的搞到了 好那我們就去講立陶宛 那立陶宛的話最大的特色是這個能力 每拿到一個聖物的話 騎士跟列提斯最多可以加到4攻 好 那每拿一個都加1 但是他沒有3攻 算是一個補正他這個能力的一個效果 但是可以多出2攻的話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他到封建時代的時候 盡可能要打出優勢來 一沒有優勢的話 城堡時代被壓制很容易拿不到聖物 這是玩立陶宛人需要注意的一個細節 好 那他的這個列提斯單位呢也很特別 可以無視對方裝甲進行破防傷害 就是假如他防禦是9啊 結果他一出下去 哇9防直接沒了 直接加了很多攻擊的概念 所以列提斯算是一個非常值得出的單位 而且他造價是非常便宜的 我們來看他造了多少 我記得是50塊錢而已 很省 這個單位省到我覺得不可思議 70 50黃金 沒理由去出騎士吧 對不對 騎士還要75黃金 你出一個列提斯只要50黃金而已 直接還省了快要一半的資源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黑拉 黑拉選的是義大利人 那義大利人的話 我們之前的比賽也有講過 我是非常推薦義大利這個文明的 最主要是義大利打什麼都可以 不管是你要打步兵 傭兵啊還是火槍啊 都有這個減免 還有或是牆武啊 拇指環都有 而且有三級射三級防 而且這個弱馬也是有三級防三級攻 大弱馬也有 而且也有中裝騎士 跑速拼龍什麼都有 而且也有劍兵 他比較弱的地方就是沒有疾病而已 這個沒什麼好講 那因為他本身就有這個熱納爾弩手 熱納爾弩手的話 又是Counter對方的騎兵單位的 適用於攻擊對方騎兵的 所以整體來說 他沒有疾病來說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義大利人他的問題 就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他只有這個時代減免的費用 還有這個碼頭跟大學科技減免 所以可以省下一些資源 那義大利人來說 我覺得他的玩法是相當多遍了 而且也不太需要依賴他的這個 本身天聖經濟加成 自然就可以練習到很多一些基本戰術 不管你是要打裝甲塔 或是弱馬開 或是騎士騷擾 或是奴兵暴 或是打個寶兵 後期或是打一個 傭兵暴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練習的文明 主要是義大利如果你玩得好的話 通常你去玩其他文明也不會太弱 因為沒有經濟加成關係 所以你玩其他文明都只會覺得 欸其他文明很好玩 但是義大利人就玩起來就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 嘿啦這邊選擇義大利對付立陶宛 算是蠻聰明的選擇 剛好只是選到吧 剛好覺得這場地圖蠻適合打義大利的 看這個 連這個頂尖選手都知道義大利的好 就知道這個義大利到底有多讚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起來 黑拿的地圖算是比較危險一點 因為他金礦在前面 就是他義大利的命脈 後面的話 守在後方還行 但好消息是 他地圖來說 左邊來說會比較好圍一點 圍大的話 對他來說是比較好圍的 那金礦都在附近處 還算可以 沒有到說在前方的位置 有些野精可能會在前方 就很難受 那如果大圍的情況下 他都是在自己的領地內 算是一個不錯的地圖 以前期來說的話 他這個地圖分數至少有60分 但是如果他能大圍的話 基本上可以算是一個天圖了 那至少 基本分數70分起跳 他沒有 這個地圖沒有太差 而且有三塊木區 後面還有一塊 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Mintrest Mintrest這邊是 果子在裡面 野精在外面 哇他是主精在外面 而且木區超少 哇我突然覺得黑啊 那個根本是天圖了 Mintrest這個圖 至少只有40分而已 可能連40分都不知道 可能只有10分左右 木區兩個 非常接近就算了 然後主精還在外面 雖然果子在裡面 果子在裡面的話 就是20分的一個分數點 而且石頭椅在外面 超難受 他這個圖 沒救 只能這樣講 沒救 但是Mintrest 前面有幹了兩隻羊 算是一個經濟無鎮吧 那這邊就要來看 Mintrest這邊能不能夠 打出強軍事 讓這個戰場一直 鎖在黑拉家裡 對他來說是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 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邊的打法吧 Mintrest這邊 上到封建時代之後 選擇的是 肉馬開局的樣子 那這邊先下馬就 那黑拉這邊也是選擇 馬就開 黑拉也是 非常喜歡打馬就 但是黑拉這次比賽 就是沒有打這麼的極限 村民 他沒有打這個極限 上封建時代 然後打落馬 算是比較晚上 大概19 19、18匹 之前的比賽 他都17匹左右 17、16匹 但也要看文明 義大利是完全沒有 經濟加成的關係 所以晚上一點 也是比較合情合理的 那這邊就來看一下 這邊肉馬能不能打到點東西 肉馬過來 這邊會先看到是長兵駐走的拔木區 這邊能不能抓到點東西呢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應該是沒有辦法 這邊看到直接撤了 不想打 明確的前期可能會過得非常痛苦 而且他很有可能被壓制這個農田也沒有辦法中 所以應該盡可能的話 要把這個農田 放在這個農田 模仿附近才對 盡可能不要把農田往前撒 燒不加速 看一下 這邊肉馬被換掉了一隻 長兵走過來 互換 打來了回下 OK 兩個換掉結果 自己的肉馬先換掉啦 黑拉這邊刺頭上明顯有優勢 結果軍事打得不夠強 反而被黑拉反退了回來 黑拉這邊是用自己的地形優勢 慢慢開始圍了起來 然後用自己的刺頭去跟對方做一個對打 他用對方刺頭沒有辦法去騷擾自己的村民 這邊一隻小圍 哇這個村民圍在外面了 這個趕到第一牆進來了 這邊刺頭附打 明確的蛇這邊換掉黑拉一隻肉馬 非常賺 殘血的先換掉 好前面拉了一個房子 做防守 左邊這邊可能也是要圍 右邊這邊打了起來 明確的蛇突然爆打 這裡沒有生任何攻防 卻開戰了 這邊是數量優勢的關係 所以選擇要開戰 黑拉這邊損失慘重 數量上來到只剩下一兩隻而已 左邊還有一隻 好左邊這邊趕快圍 好那就只剩下正面沒有圍好 但黑拉這邊圍得有點尷尬 他這邊可能是沒有看到嗎 這邊可以直接圍死 然後這邊再圍就好 好沒有關係 這樣子圍也是能接手 當作一個通風口 好這邊刺猴 要小心一下 對方刺猴的高低優勢 這邊不能一直硬打 這個還是要撤一下 這打下去我覺得是沒好事 好換不掉 好尷尬死之前那一刀沒出去 兩隻殘血走掉 兩隻殘血走掉 Main Interest這邊的前期壓制 算是給黑拉給到一定的壓力 但是由於黑拉這邊是天圖的關係 所以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本身他這樣子打 也不會太虧 反正他也沒有到非常受到傷 經濟沒有受傷 只有軍事上稍微小了一點點 那待會天圖優勢 又很容易打出 更多的經濟優勢出來 好這邊點下了品種 哇血量 欸這邊有取消欸 Main Interest剛剛點品種 然後取消掉 這邊決定不上品種 看到對方沒有就去爆兵 好這邊這邊自己赤猴死掉 這邊赤猴直接抓了一村 好自然抓掉 但是自己也要損失所有的肉嘛 這樣交換並不OK 只換了一村而已喔 然後四隻肉馬都換掉了 哇這樣血虧啊 Main Interest 那本來說 Main Interest這邊要打強軍師 會比較安全一點 結果他打強軍師 把自己的肉馬全部送光了 然後這裡又被迫按下一些肉馬來防守 那這樣將會導致他經濟喔 會很差喔 然後上城堡時代可能會 時代輸黑拉這邊 哇果然輸了是不是 哇輸很多欸 然後他這邊要被迫按肉馬防守 又不能上城堡時代 唉這個就是 地形差的一個問題 如果你地形差 地形好的話還可以直接圍死喔 還不用出兵 你地形差的話一定要圍喔 你一定要圍好好出兵喔 才可以 守下你自己的領地喔 不然還是有可能被打出經濟差距的 這邊再稍微補一下房子 這裡還是有個洞 好義大利人後面也補了一個馬舅 待會上城堡時代可能要打騎士爆 哇跟立陶宛打騎士爆 來看一下 有市集補在左邊的位置 好 好 赤猴直接反打了回去 好這裡補下一個馬舅 好 五隻刺頭往前走 這是什麼 義大利生到了城堡時代 那是立陶宛這邊 才剛點下20%而已 好這邊先 開始爆這個騎士 這個騎士先生青奇病啦 今天這一次我輸太多了 剩下青奇病比較划算一點 可以吃到大概九隻的 肉馬數量 好 槍兵直接出來 可以硬錯一下 這邊等青奇兵好 要反打嗎 沒有反打 被錯了兩下 跑掉了 這邊 赤猴只能做探查動作 哇這邊補了一堆青奇兵是怎樣 赤猴 不是吧 赤猴沒必要出這麼多吧 但這個赤猴應該是出 想要轉青奇兵 然後去針對對方的生旅 自己也是想要打一些生旅戰 有青奇兵的話 有青奇兵 會是有青奇兵 會是有青奇兵 像個黑人 很危險 可以質問 這邊要稍微補一下 這裡還有一個洞 對OK 這個木槍過來補 騎士繼續壓了過來 又要這邊防守趕快按修道院 修道院按下去可以招騎士 這邊四隻出來想要去打森綠 但是黑牙的防守打得非常漂亮 但應該找不走 因為這個刺頭是有抗招響能力的 但左邊這個防守可能會被打出一個破洞來 能不能第一時間看到呢 有趕快修 所以這邊有個洞 有個洞 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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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Germany 哇這個洞洞洞洞洞洞洞電四機 所以我騎士直接往裡面送 就是個Tc還沒有概好 mailا 確實的這邊防守出現了一個大路洞 這邊直接殺軍稀一彈裡面有槍兵 還是鑽到 兩個沈 非常的鑽 但是村民術開始被拉開了 43 打 46 沈 有Par車 這個村民走出來了 這邊也是被收掉了三隻森綠 明明確實的這邊稍微反打了回去 這邊看起來沒有太虧 這邊被換掉兩村 第三村被換掉這隻走出來的村民 這隻老頭在這邊直接著想 這裡想要滴掉 然後把自己的刺頭 這個直接走進去完蛋 欸唷 招到了 好極限啊 右邊想要開TC 結果被黑亞抓個站著 黑亞這邊左右兩邊都有騎士在繞 這裡黑亞打得非常漂亮 雙線開 雖然自己生女的被換光 但現在明確實的還是有機會去撿生物 這裡這個騎士一直在繞 好 已經在射箭了 好 這邊騎士直接被收掉 後方清洗兵再繼續往黑亞家裡送 看能不能再繼續抓到生女了 好 生女往了右走 這邊稍微堵一下 要直接走進去嗎 可以走進去圍一下 決定要去裡面找生女了 但生女早就往外走了 在這裡 好 這邊不知道追手在幹嘛 直接想要抓一隻 喔 抓到一隻村民 海蠻鑽 OK 鑽到了鑽到了 但是村民樹還是落後的 把這兩隻 刺猴不要換掉會比較好 好 這邊TC 沒有繼續蓋嗎 我覺得這時候也是要趕快蓋喔 趕快去轉出自己的列提斯出來喔 去出列提斯比較有這個經濟價值 好 生女走出來 好 找到聖物 趕快撿聖物 撿了就跑 趕快跑 趕快跑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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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來 跑起來 OK 那他這邊很好 兩隻清騎兵 把對方黑亞大量清騎兵放在家裡 所以這邊才有機會去撿這些聖物 好 撿了就走 好 OK 撿到了兩顆 好像不錯 這兩顆聖物 可以直接加立陶宛的騎士 加列提斯的 二攻喔 但是他這邊要趕快挖出一棟城堡出來 比較好 不然這個列提斯 遲遲不能產出來 對他來說是一個硬傷 因為出騎士真的很虧喔 而且還沒有破防效果 而且又比列提斯 再貴了25黃金 好 這一隻清騎兵助手還不錯 直接攔截掉了一隻 三綠 那這個離家境的僧侶有可能會被黑亞先撿走嗎 好 這邊騎士 直接被圍毆 但是這一根 TC是不是又見不起來了 好 這邊直接抓 蓋TC的村民抓掉了一隻 兩隻 兩隻村民 OK 這個直接低調 OK 好 清騎兵這邊繼續繞 看一下能不能繞到一點 那目前 這個聖物比較難拿一點喔 黑亞不知道能不能躲下來 那現在他有清騎兵優勢喔 放個兩隻清騎在這邊助手應該還不錯 甚至一隻也可以 騎士繼續往前 欸 這邊四隻可能會直接招走 要小心一下 好 這邊聖女直接招了一隻長槍兵 直接逼走了這個聖女前進的路線 直接拿走 牽血兵要趕快繞過來嗎 好 右方這邊沒有被著想到任何的騎士 還可以接受 這樣的交換 對 Winchester來說是不錯的 但這根聖女可以順利的 拿回聖物嗎 他這個路徑有點危險 完蛋了 要倒了 直接走過去 啊 糟糕 看到了 看到了 完蛋了 完蛋了 離家裡有點近 看起來 Winchester可以拿到第三個聖物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正面三隻輕騎兵 上去硬尻 一刀 兩刀 兩刀 兩隻 哇 三隻刺頭換兩隻聖女 可以可以可以 被著走兩隻有點小虧 但至少拿到第三個聖物 欸 快點 聖物趕快拿 快點 聖物趕快拿 對對對 趕快辦 趕快辦 好 明確知道這邊刺頭出太多關係 現在房間有點爆 好 這時候已經可以點下帝王時代 正面突然開打了起來 正面再抓一隻聖女 但這隻還要再一刀 有點難 好 後面這隻聖女也被收掉 這隻殘血的聖女沒有死 好 三隻騎士直接往後拉 好 補下更多的馬舊 再一刀 再一刀 這個收得還不錯 那個聖女也是拿 順利拿下 那目前明確實拿到三個聖物 可不可以再拿到第四個聖物呢 右邊這個聖物拿下 離他加重鏡 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 完蛋了 他沒有看到右邊就有聖物啊 明確實尷尬了 這個聖物沒有看到對他來說是一個血虧的結果 這個探地圖真的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現在明確實尷尬很專注在跟對方互打 想把對方的聖女盡可能抓掉 這樣子自己被撿聖物的機率會偏低 或許他也覺得自己可能沒有機會拿到第四個聖物了 他可能覺得第四個聖物黑藍已經拿走了 但殊不知他的聖物已經離他這麼近 遠在天邊近戰野前 就是這樣子 那黑藍可能想說 啊放棄了 讓對方拿四個聖物吧 自己只拿到一個聖物而已喔 好那這邊先升到第四個聖物 是由黑藍先升上去 那明確實尷尬這邊還在出肉 好這邊 聖女集結 看來是正式要放棄找聖物了 好這邊 請起兵要小心 聖女要可能稍微退一下嗎 對方 對方 黑藍打得很保守 那目前村民是由黑藍拿下了一百一三吋 大概經濟優勢多了三十吋的優勢 這邊找我一下騎士 能招到嗎 有招到一隻 哇第三隻沒招到 尷尬了 這個城堡要建感覺有點難建起來 這根城堡要是建不起來 可能會出事 黑藍這邊努力把兵往前送 但這根城堡依舊應該是可以建得起來 還有90% 93% 95% 96% 97% 98% 誰一百 OK一百不剩蓋好 蓋好地中城堡 這件事情就是做烈提示 這個烈提示趕快按 按下去的話 繼續打騎士爆嗎 但是 現在不列 不是不列點 這個 義大利還是有在出生旅的 這個生旅再繼續招 還是能招到 很多烈提示的 而且現在明確實 現在村民數落後非常多 81吋 125吋 哇這個村民差距 至少快要差距30吋的 村民量 直接原地蓋兩座城堡在前線 但這個經濟量可以支持自己產這麼多巨頭嗎 這是個問題 黃金跟肉跟木產 其實很不足夠 騎士 找到洞直接鑽 哇 邊鑽鑽的還不錯 但待會上到地龍時代的義大利經濟量會非常誇張 直接起飛 但待會要不管是要轉傭兵或是轉強弩 或是轉重裝騎士 都沒什麼問題 但轉騎士我不確定是不是一件好結果 好這邊直接稱好重裝騎士 因為打重裝騎士有個弱點 就是會被列提示給頂爆 但是他可以假設 他自己打你城堡戰 把Winchester的城堡全部拆光 對方就不能打 列提示的話 那確實他出重裝騎士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看這邊 列提示打騎士多痛 痛得要命 這邊可以直接破防 好 但這邊沒有在打騎士 好 兩隻 兩台巨頭之機 騎士收在裡面 巨頭被拆 就出來防守 這邊想要躲一下城堡箭矢 要稍微逼一下嗎 不逼 直接拉走 可能會死 但是後面 三女一直瘋狂想要著翔 這根城堡能夠守住嗎 可以拉了更多村民 看著想要來死守 但這次叫上了一堆重裝長長兵 但是後面的生女一直在著想 很煩 哇 結果自己的巨頭之機 還是被打掉 但是後面的城堡已經爆開 自己的城堡還在努力修 後面的生女一直在補 但是Minchester這邊的經濟劣勢 已經開始展現出來 只要補更多兵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 後面兩台巨頭之機 能夠守住嗎 但是現在沒有石頭了 完蛋 這個城堡不能修理 拿海巨頭之機繼續輸出 上方騎士繞一下 看能不能繞到點東西 好 這邊直接硬打 哇 這個只能收村了 而且現在臭民宿還是入後的狀態 32村 這邊烈提斯直接被擊火 黑拉的重裝騎士直接貼上來 數量碾壓 經濟優勢 好 城堡被點掉之後 Minchester還在繼續攻擊 即使沒有城堡 但是有這裡的重裝長槍兵 做一個助手 這樣就不怕 低了進攻 這邊招掉 哇 直接低掉 OK 可以 可以拉這邊 進攻非常強勢 好 Minchester看起來要撤了 這邊不能再挖 因為軍事上開始輸了 巨頭躲來這邊瑟瑟發抖 快走快走快走 後面沒有圍死 後面的漏洞非常大 但是現在有沒有洞也無所謂了 現在軍事已輸 有沒有洞 真的是沒什麼太大差別 現在就是要趕快爆兵 趕快把這個兵出出來 但是他現在城堡被拆掉兩洞 現在只能 只有一個城堡在慘烈提斯 這個數量上海龍會被大量生產的重裝騎士給輾過去 而且後方還有僧侶在著想 這更難受 這邊僧侶稍微補下騎士的血量 拉了一些滿血騎士到前線去偵查 現在Minchester的阻力有多少兵 Minchester這邊也沒有太多的選擇 這邊只能背水一戰 這一戰 不成功變成人 由於正面沒有城堡防守的關係 第一時間軍事已直接架在Minchester的TC臉上 只要兩發擊破 這個TC就爆了 連修就不用修 沒了 TC就是這麼的脆 所以這就需要城堡防守 就是這個原因了 才可以阻止對方軍事已的進攻 直接拆光Minchester還有機會嗎 這一波想要從後面偷襲 但是後面有大量的重裝長槍兵駐守 這邊直接抓到了Minchester的主力 這邊對兵對起來的結果 感覺Minchester是要倒光了 但這邊生侶在前方不知道為什麼走得出去 直接死光 但Minchester這邊重要的重裝 重巨型偷使機是沒辦法解掉的 重裝長槍兵也是在前線檔 這裡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處理點 好這邊騎士直接上前硬拆巨頭 有機會拆得掉嗎 但旁邊還是有重兵把守 只拆掉了一台 第二台有點難 好這邊這邊也直接開打 黑啦黑啦直接把所有的兵直接無視開局 直接收掉了Minchester GG 好明確的打出了GG啦 哇這看起來Minchester打的方向還算是比較偏打生物開喔 但是他的經濟卻沒有過好 這就是玩力提斯跟義大利很容易出現的一個問題喔 經濟不好的問題 但黑啦這邊有與天圖的關係喔 所以他可以很早就可以直接開農爽農 好然後就算自己居次上聖屋檢輸也沒有關係 反正我經濟好直接後洗喔 拆掉你城堡 然後直接跟你打個一波 好然後就直接你壓對手 好然後就直接你壓對手 但這場蠻特別的 並有出這個 勒納阿弩手 反正是直接出這個重裝騎士硬砍 而且還沒有先撐這個三防 你看這個對方是騎士互打的情況下 他們優先勝的都是攻擊力而不是防禦力喔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細節 攻擊大於防禦喔 在騎兵互打的情況下是這樣子的 好我們來看他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是由明確斯特這邊拿下了食料的採集喔 但是他其他資源是全輸的 黑啦這邊是輸了5000木頭跟5000食物喔 這個基礎資源輸這麼多就知道沒救了 這個看你就是沒救了 臭民宿差距也是非常盛大 雖然生物上有贏 但最終結果還是由經濟強大的黑啦 拿下這種比賽的勝利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喔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